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 惠客室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惠客室是由公司新聞體重心 PNN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 我們聯合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五的晚上10點 在中生大學精神晉智廣播電台 會有聲音音訊的播出 那在這個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的網站會有直播之後 會在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網站上面 會有完整的播出 我們今天要談這個主題 其實在台灣某種程度上面 可能會被認為是一個比較小眾的 當然我們常常談的主題都很小眾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在整個台灣的 傳媒的發展史上 或者是在台灣的族群的 這種所謂的發展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個媒介 就是原住民族電視台 那我們知道在前一陣子 其實有一些原住民的朋友 其實也知道看到記者會 對於已經成立10年的圓民台 提出了一些評價 提出了一些看法 當然也提出了一些主張 我們如果回到10年前 去看原住民電視台的成立 他曾經是由這個 曾經到公網集團 後來又從公網集團離開 但是不管他在一個什麼樣的 一種制度之下 似乎這個原住民族電視台 所面臨到的獨立自主 或是甚至在公共性上面 都有很多不同的質疑 所以今天在我們節目當中 就要邀請到的是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的副教授蔡志偉 阿威老師來跟我們談這個主題 阿威老師你好 我們知道原住民族電視台 就是原民台已經成立了10年 可不可以請你先比較整體的 這個角度來看 這個原民台成立的意義 以及在這10年以來 你對於這個電視台的一些評價跟看法 我想對於認為一個 在強勢文化社群底下生活的 各種不同的弱勢族群 或者是少數社群 我想怎麼樣能夠讓自己的 聲音或自己的想法 透過一個非常有效益的 而且散播度廣的 一種工具穿搭出去 對於這樣的一個社群來說 是相當重要的 所以我想在整個原住民族電視台的 發展過程當中 我們就看到了10年前 不管是工部門也好 或者是民間社會也好 都為這樣的一個目標跟理想 而決定設立這樣的一個電視台 我想對於原住民族的 不管是在這樣的一個電視台 所設立的宗旨 也就是教育文化的發展 或者是對於原住民族主體 以主位性的這樣的一種位置 來對這個大社會 以及對於工部門來傳達 我們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覺得它都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跟它的目標 那在這10年來 你對於原民台的整體的表現 對於原住民族主體的看法是什麼呢 我想它的表現其實 我想有要去評估或者說評價任何這樣的一個團體 或組織的表現 我想都有許許特別不同的方法 或者說那個基準或指標 但是對於原住民族社群來說 其實大家對於原民台的存在 跟它的一個發展 其實我想一定是有目共睹的 那只是說它在整個運作的支出啊 其實應該是說它是一個還沒有完整的 它並不是我們再講一台車子好了 可能它的整個基建組都還沒有完備的情況底下 我們就讓它上路 換言之啊 它必須要在許許多多不同的支撐 支撐跟支持底下才能夠運作得宜啦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說它從一康開始 可能是在台式後來轉到東升 後來轉到東市一直到現在獨立建台 我想最大的一個 對於這樣的一個電視台運作 最大的一個困難的 或者說它所遇到的問題 就是它在整個裝備上的一不齊全 那這個裝備呢 可能是它的人事權財政權 甚至是它整體的 像有一種專業人才的一個培訓 那不管怎麼說 我覺得有這樣的一個電視台的存在 對於這個我們過去一直被這個強勢社群 媒體所忽略掉的一個原住民族社會而言啊 其實原住民族電視台提供的相當正面 而且重要的一個管道 讓我們的文化能夠被看見 讓我們的聲音能夠被聽見 讓我們的行動能夠被肯定 我想這是原民族 我覺得對於部落社會跟部落族人 存在相當重要的一個意義 嗯 我其實一直覺得 這個族群電視其實有幾個重要的功能 或是它的一個特色啊 那第一個是在於所謂的對內的凝聚 就是對內凝聚 包括族群意識的這個培養文化的傳承 這個對內的凝聚 另外一種是在於所謂對外的溝通 因為畢竟台灣還是一個多族群的社會 那其實在原住民族當中 事實上也是有不同的族群 那所以不管是在對內對外這兩個角度 我們假設從這兩個角度來做分析跟討論的話 你怎麼去看他 他在對內的族群的民族文化的傳承 以及對外讓不同社群族群之間溝通 跟了解他們在這兩方面的功能 你覺得假設它是一個指標的話 你怎麼去看待呢 對我而言 我覺得作為一個原住民族的這樣一個電視台 它相當重要的一個設立的目標 其實就像陳主持人光老師你說的 對內凝聚跟對外一個溝通的這樣一個機制 那但是我覺得這裡面我們好像 好像我一直都覺得少了什麼東西 就少了一個元素在裡面 那這個元素經過了10年以後 我也不能說豁然開朗 但是我真的發現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也就是語言這個元素 也就是說作為一個族群的電視台 作為一個原住民族電視台 其實它的播送 它的傳遞 其實很重要的必須要透過語言 那語言對內來講 它能夠凝聚這個族群的共識跟自我認同 那對外的溝通上面 我覺得透過語言 這樣的一個力量 更能夠區變出元素民族 跟這樣的一個強勢社群的一種差異性 那從這個差異性呢 我想這個不管是說 從多數社群的角度來看這個元素民族電視台 也才能夠更體認到元素民族電視台 或元素民族存在的一個重要性 那可是我們又看見了 因為台灣 它不只是在一個國家的組成上 是多元的族群 在原住民族內部 它也是一個多元的族群 對 換言之在一個電視台的一個運作上 其實我們很難去 也不能講很難 就是說到底要如何去呈現 這樣一種多族群 多語言的這樣一種媒體的這個呈現 我覺得是過去10年來 我比較少看到的一個努力 或者說在這個部分的工作啊 其實還有相當程度的這樣一種發展的空間 因為語言是文化的根源 那對於族群來說 對於元素民族來說 那更是有迫切的這樣一種需求 那對於元素民族在台灣 向來一直主張的一種主體性啊 自治啊 自覺啊 這樣一種差異的區變性來說 其實應該也要從族群文化 也就是語言的這個角度來去做呈現 這某個部分來講 會不會是有一些啊 所謂的先天上面的限制 我所謂先天上面就是 呃 陳如剛阿薇老師提到說 原住民族內部 事實上也是一個多族群的社會 從一個漢人的角度來講 他當然就是要原住民是一個統稱嘛 可是其實內部有非常大的差異啊 根本族群跟族群 根本就是一個國與國的關係 不管是密言的方式也好 呃語言的方式 生活習慣或者是父親母親社會 事實上都有很大的不同 那一個電視台 他的資源有限的狀況之下 他怎麼可能去滿足這種不同族群的需要呢 例如說呃光是族語新聞 我想怎麼去分配時段 他恐怕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困難的問題 那當然另外一個部分跟呃 客家台其實有點像 客台呢 其實也會常常遇到一個問題 比較年輕一輩都覺得說客家台 他應該用所謂的自然語言 就是呃不一定要講客家話 因為我們要做所謂的對外溝通吧 可是老一輩呢 就要說我們一定要這個母語很重要 呃這個東西會這個結很難打開 除了他本身的文化族群 種族的多樣性之外 會不會另外一個是在整體資源上面的不足 所造成的綁手綁腳的結果 我想任何這種公共政策的推行 都會有他的一個資源的一種考量 這是確實的 那尤其在原住民主電視台 這樣的一個資源相對有限的一個環境底下 那但是呢我現在都覺得 比如說我當然不是一個專業的媒體人 那對於我來說 我們不應該只局限在就是說 我們一天在一個電視這個頻道裡面 一天就是只有24個小時 嗯哼 那在24個小時裡面 我要如何的能夠去呈現這麼多元的語言 以語言作為主軸的這樣一種 不管是節目新聞或者的自播等等 那除了24小時的這個頻道 這個平台作為發展原住民族的 這樣一種媒體權的這種概念底下 其實我們還有許許多多不同的載體 其實我們不應該只局限在這個24小時的 一個公共資源裡面 那但是呢其實我們可以利用的東西 其實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原住民族電視台不是只是在做 24小時的一種新聞節目的自播而已 而是如何善用自己的優點 善用自己的長處 然後呢去開發更多載體的 這樣一種媒體發展的可能性 我是覺得如果有這種思維進來的話 其實你說多元族群 其實我相信他不會是太太困難的一個問題 對就包括他可能有不同的頻道 甚至在國外的一些像澳洲的這個SBS 他們其實是會用主聲道跟副聲道 又兩種不同的聲道 然後去播送兩種不同的語言 其實主聲道是所謂的國語普通話 也是在副聲道上面可能就是不同的族群 他有不一樣的需求 那當然原住民族電視台 我們看到一個族群的頻道 事實上一個對內跟對外的不同的角色之外 我覺得一個很吊詭的地方 或是一個比較矛盾的地方 就是 族群頻道事實上 他有非常強調的一個教育意義的功能 當時在在原住民族基本法裡面 事實上也是把他設定在一個教育的 這樣一個目的 文化傳承的目的 可是他畢竟是媒體 那媒體他又必須要具有某種的公共性 或是媒體必須要回過頭來去監督政府 這兩個之間事實上某種程度上面是矛盾的 你覺得是矛盾 我覺得這事實上會在討論族群頻道當中 他例如說好了 他如果被賦予某種文化使命的話 其實他可能必須聽從官方來的 或是來自於這個族群本身的意思 可是有時候例如說 他可能會跟原民會 或是跟原民會之間會產生某種的對立 就對立包括媒體 他應該具有某種的監督的功能 這兩者之間會有一些衝突跟矛盾的地方 我當然也許聽起來是有矛盾 但是我覺得我們如何去定位 這個原住民族電視台 應該可以去化解這樣一種可能存在的矛盾性 換言之我應該這麼說 就是說原住民族電視台 他不只是一個族群的電視台 他的公共性非常非常的強 所以其實廣義來講 他當然也是一個公共的電視台 那他的公共的價值 其實就是我們如果說 因為我本身學法律的 就是說從憲法裡面 所強調的多人文化的價值這件事情來看 原住民族電視台是豐富了 或者說去證實了台灣是一個多人化的 這樣一個國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媒介 所以有人或許會說我們可能會因為民族性而去犧牲了公共性 但是我當然前面講的是比較簡化的說法 但是我的想法是我們為了我們雖然所著眼的民族性 不可以因此去傷害了或者是犧牲了公共性的這件事情 而是說當我們在強調民族性或者是原住民族這個概念的過程當中 他的一個目標是要去豐富這個多元性 也就是這個公共領域裡面的多元文化的這個價值 如果是從這個角度去出發的時候 當我在強調原住民族的權利 當我在以原住民族為本位去發展 或者是論述這樣一種原住民族媒體的時候 他不會去忽略或者是強害或者是限制的媒體 應該具有的公共價值這件事情 那如果因此會傷害或強害受限制的公共價值的話 這邊我們前面所談的這個原住民族的這樣一種性質或事物本身 他可能就有必要適度去做一些調整 那另外一個角度 那也很多人都認為說這個在推動原住民族的這種媒體 或原住民族的這樣一種發展論當中 很多資源是來自於 主要資源是來自於公共媒體 那很多部分這樣的一種監督制衡關係可能就不存在 那但是其實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思考的人 那他當然就是直接去影響了這樣一種 媒體的建制跟媒體的發展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其實 這樣的一種公部門捐助去成立的一個電視台本身 他的獨立性要能夠被出現 其實這是當然就是我們從前面所談的 可能我們還沒有完整去論述到的部分 就是說其實公部門的影響跟介入本身 其實還是可以看得見 這的確是一個還蠻重要值得去思考的問題 我想這這可能根本也是在這10年來 原住民族電視台所面臨到的很重要的爭議之一 就是當他的制度上面 有公部門有不管是用捐贈 或是在人事上面 或是阿威老師開始 已經談到所謂財政的部分 這都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當然我們在過去也看到有一些 學者或者是有一些朋友會主張說 放在公廣集團裡面 他是不是就會比較好 但是顯然放在公廣集團裡面 他一樣有他的問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會過頭來談 過去在東森或是在台式的時代 在公廣集團是在以及後面 目前已經獨立出來的狀況之下 政治力是不是真的因此而減少 或是有比較少的干預 我們先休息一下 你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原住民電視台成立已經10年了 這10年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從過去的原住民的文化 一直被主流社群 主流媒體壓抑甚至扭曲 甚至是忽略的這種狀況之下 似乎有自己的 這種獨立自主的空間 有自己族群 能夠發生的這樣的一種管道 那可是在即使如此 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這個過程當中 原民台的爭議還是不斷 所以在前一陣子 有一些原住民族的朋友 其實也跳出來 針對這個原民台成立10年 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見跟看法 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 就要跟大家邀請到 是小米稅 原住民文化基金會的董事長 同時也是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的副教授 阿威 蔡自偉老師 阿威老師你好 主持人國老師你好 我們剛剛在上一段的節目當中 也談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一個在制度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制度上面 讓這個所謂的政治的力量 他其實是有介入到原住民主電視台 獨立自主的這種可能性 也許我們可以再來回顧一下 在過去的這個東森的時代 或者是在過去台式的時代 我當時其實也在媒體觀察基金會 裡面來服務 那其實我們也開過一兩次的記者會 來針對當時的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去對原民台產生干預的這些事情 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當然後來有些人就覺得說 為什麼把原住民族 放在公廣集團裡面 那公廣集團至少在制度上面 他可以維持某種的公共性 不過在那個時候 其實也產生了一個爭議 這個爭議就是說 到公廣集團好像也沒有辦法 真正的獨立自主 所以有一種說法就是 到底原民台 到底是公廣集團的原民台 還是原住民族的原民台 可不可以請阿威老師來跟我們分析 為什麼當時在公廣集團 這下事實上仍然在這個 所謂的獨立自主 或甚至某種的公共性上面 還是不足現在受到質疑的呢 我想這個問題其實蠻大的 其實也蠻複雜的 那我只能就我所了解的 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其實從過去 委託由其他電視媒體來 製播原住民族電視台的過程裡面 我們我至少我自己看到的 是有幾個比較需要能夠去調整的 這個方向 包含了就是說我們人才的培育上 以及在整個就是說 自播的過程當中 你的觀點的選擇 甚至是節目的呈現的方式等等 我覺得這些從過去 不管是哪一個電視媒體 來協助自播原住民族的電視台 我自己都有看到這樣的一個問題性 那過去台視也好 東正也好 它畢竟是屬於我們廣義的商業電視台 沒錯 那所以大家會有這樣 會對這樣的一種節目的呈現 可能會有更多的這樣的一個反省 跟這個評判 所以後來委託給公共電視 那其實這個也是我們在原住民族教育法 裡面看到的法條的條文 那當然也就是說 希望能夠透過公共電視的公共性 去呈現出原住民族文化 其實也就是說 公共性這件事情不見得是不好的 它其實是正面的事情 那透過公共電視的公共性 去呈現出原住民族文化 它具有公共價值這個事情 我覺得是當初 應該要能夠去呈現出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那可惜的是這個指標 似乎並沒有真正的能夠 在公共電視製播的這樣的一種期間 去完整的呈現出來 那這個部分 其實我自己的觀察 跟我自己的一個思考 是還是集中在前面 我所提到的這兩件事情 就是說它的這個 其實不只是人事的 這樣一種禁用的問題 是受到干預跟干擾 那其實它的人才的培育跟流動 其實是也呈現的僵化的一個情況 那其實我覺得任何一個任何一個工作 或任何一項服務的提供本身 如果在人的問題上 它的流動性 它的培育性 它的這樣的一種幻學性不夠快的話 其實會影響到整個內容的呈現 那另外當然也就是說 可能在所謂的這個公共電視的這個框架底下 那可能就會有一個 先位性跟次位性的選擇 也就在於說 當我們把這兩個不同的 觀點或價值擺在一起看的時候 其實從我的角度去看 我覺得我應該要去思考的 我應該要去思考是 一個新聞本身的呈現 不是應該說 先用哪個觀點去呈現出來 而是應該是說 我們應該用原住民族的視角 跟原住民族的觀點 去了解這件事情之後 然後其次的再去思考說 它的公共性是不是滿足了 是不是滿足了公共性 而不能夠因為 為了要符合公共性 而去犧牲了原住民族的文化的意涵 也不能因為 要特別去凸顯原住民族的獨立性 或原住民族文化意涵 而去限制了公共 這個資訊的取得的可能性 但是我覺得有沒有可能是 我們在理解 或者說傳達一個事件 或新聞的過程當中 我們應該要先從原住民族的視角 原住民族的立場 原住民族的觀點 來去了解這件事情 那這個事情的呈現 如果能夠滿足公共性的 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這件事情本身 它就應當 它就比較不會有問題 那但是我覺得過去 其實不管是在 不管是在哪一個 這個電視台的 自播的過程當中 我自己是看到了 有這樣種纖維性 跟這個刺維性的 這樣一種台序的過程 那即便是在我們現在 原住民族電視台 製播的一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曾經看到過 幾個不同的新聞事件 本身引發了不同的爭議 你會跟我們一些比較明確的例子 來談這些爭議 對 比較明確的例子 好比說 我記得曾經在網路上面 看過的報導的討論 就是在 有關於我們的民意代表的 這樣的一個問政的風格 或民意代表問政的評價上 那新聞的呈現 他就會去抓 不是當下所發生的事情 而會去用過去發生的事情 來評價現在這個人 他正在做的事情 那這樣的一種呈現方式 是當然就引發了一些些許的爭議 那對於一種新聞的完整度的呈現 那當然我們應該要去檢視的是 這個人或這個事件的 整個來龍去脈 而不是說只集 那也許只集中在 現在這個時間點 並沒有辦法完整的去突顯出 這個事件的全貌 那就有人會去提到說 這個其實是會影響到 這個新聞的這種真實性也好 或者做其他的概念 那我覺得這個是比較沒有辦法 去凸顯出我剛剛講的 那個該有的一個 所謂的原住民族的觀點 然後滿足公共性的 這樣的一個平衡 在後來我們可以看到發展 是從這個公共電視獨立出來了 或者說公廣集團獨立出來 那公廣集團獨立出來之後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他開始有自己的一套系統 例如說 包括這個原住民族電視台 董事會的組成 或是台長的行程 那可不可以談一下 現在這一套的運作系統 又存在了一個什麼樣的問題呢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在 包括去年 馬耀比後 台長他辭職之後 他說現在的這樣的一個制度 事實上會讓很多的這個 所謂的原住民原本的 這個獨立自主 是受到影響的 那所以他也忽異要訂出 所謂原住民族電視台的專法 那假設要訂這個專法 你們的期待 或是你們的想法 他又會是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有一個問題的源頭 就是說 這個問題的源頭 應該是在於說 我們現在的原住民族電視台 他到底是不是一個 獨立運作的電視台 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對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在於說 原住民族電視台 到底目前是歸屬於 哪一個單位在經營管理 那其實我要講的也就是說 大家其實對於原住民族電視台的 這個獨立性太過於強調那個獨立的概念 但是任何一個獨立的機關 任何一個獨立的團體 他必然會有一個運作的人 或運作的組織 那我們其實現在就是 大家就一直太強調 原住民族電視台應該要獨立 那這個獨立性 好像都沒有人可以管他 所以說任何人要介入 任何團體要介入 用任何形式介入 他就是干擾他的獨立性 但是這個想法絕對是錯的 因為你太過於強調獨立 不讓任何人干涉 那你就影響到公共性 所以不可能有一種完完全全獨立 不受任何人管轄的一種機構 尤其是他的經費 又是來自於納稅人的錢 也就來自於公共的 這樣一個預算 那其實問題我覺得是在說到底他目前看起來的老闆 就是財團法的原住民族文化世界基金會 那這個文化世界基金會跟原民台到底是一種上下隸屬的關係呢 還是他就是一個基金會裡面的經營的業務 我想我們從公共電視來看 公視他也有基金會 對 就是說公共電視他還是要一個基金會 來去經營管理 但是他的經營管理就是看你怎麼樣去運作 就整個大政方針 或整個基金 整個電視台的發展方向 其實還是在董事會裡面 他只是抓了一個大的方向 包括募款 包括整個計畫等等 那其實但是我覺得 我至少在過去這段時間 聽到跟一些人對話的一個心得 其實也就是說 我們其實這個也許又會是一個弱點 這個弱點就在說 我們太過於強調這個原住民族的這個主體性 那這個主體性其實 用另外一個話來包裝 他好像是原住民族的公共性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太過於強調這個原住民族的 這種代表的性質 所以會期待說 在任何一個具有原住民族公共性的機構組織 或者是政策或做法 我們都必須要能夠去凸顯出原住民族的多元性 多元性 那也這樣有一種反 比如說我們在討論這個選制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說應該要族群代表制 因為這對於每一個原住民族來說 他是自主自治自覺的單位 他才是正義 那在一個原住民族的公共事務上 我們又一直很強調 原住民族的事務本身 它是一個橫跨各領域的集合體 包含了教育、語言、文化、政治、經濟、法律等等 所以我們在原住民族文化世界基金會裡面的董事會組成 我們就會看到這樣的一個性格產生 而且他會非常非常龐大 所以各式各樣的人他都必須納入到這個董事會組成 他都必須要納入了 某種程度是一個血統論 是嗎 也不見得是血統論 而是他會強調說你今天要做原住民族的事務本身 你就必須要涵蓋這麼多不同領域的人進來 那可是呢我們現在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到底源頭的問題還是結果的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在強調原住民族電視台 我們期待的是它是一個媒體專業的 一個一種機構 那所以呢相對應來說 他的經營團隊他的董事會 應該要去反映出這個電視台的需求 所以我們可能會局限的 這樣一個基金會的董事的組成 應該要集中在至少是廣益的大眾傳播的人才 那這樣一種設想 就跟原住民族化世界基金會的董事的組成有衝突 因為原住民族化世界基金會的組成 他可能包含了政治法律 可能包含了人類學 可能包含了原學等等 那這個可能都不是我們在所設想的 大眾傳播的概念底下 可能不去想的人選 沒錯 所以就變成說基金會的組成 董事會的組成 跟我們要去期待他在運作 這樣的一個電視台就會產生一個落差 那這個可能也是很多人就覺得說 當你的董事會的組成 不夠專業 你當然就影響到電視台的運作 那不管是直接間接 或者是正式非正式都可能會有 那但是其中我再多講一些 就是我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焦點 到底是要擺在基金會 還是擺在原民臺 那我的想法其實源頭是基金會 我們應該要去 如果說基金會的組成不能改的話 說基金會的組成 我們仍然要去強調那個 所有的原住民族的公共性的話 就是那個多元性 那我們應該要想的是原住民族電視台 如何去滿足這件事情 如果他們彼此之間沒有任何的干涉 或者是介入的話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原住民族電視台現在太多人 不能修正一下 現在仍然有人去強調說 原住民族電視台 他的發展不夠專業 他一直強調他應該要有媒體的獨立性 媒體的專業性 一直強調媒體 一直強調大眾傳播 那但是原住民族電視台 他不只是一個電視台 他更重要的是 他作為一個教育文化的載體 其實才是他最主要的任務 所以也就在於說 但是我們會看到就是說 他目前大概有在做教育文化的 這樣的一個載體的功能 只出現在他的新聞的工作上而已 但是在他比如說我們在講一個電視台 有新聞部有節目部 但是他的他的節目的自播裡面完完全全 或者也不能講完完全 但是絕大多數的內容 並沒有真正的能夠去反映出 他作為一個教育文化的這樣的功能 跟他的一個任務性出來 所以那另外在整個基金會的運作上 他的比如說文化行銷部 或者說有朋友說他應該本來就叫一個部落服務部 也就是說這個基金會跟這樣的一種電視台 本身應該是整體的看起來的 然後呢他的任務就是在教育語言文化的傳承 透過新聞透過節目 透過你的公共服務 透過你的部落服務一起去達成他 所以我覺得這兩者之間 其實如果現階段的制度不能改的話 應該是要朝他的運作方式去思考 那但是呢 如果他的董事會組成可以調整 那當然我會覺得應該要重新去思考 基金會跟原民台這兩者之間 他的一個主要的工作應該是什麼 然後回過頭去思考這個董事會的組成 我想這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 就是在這個董事會的組成到底是什麼 以及這個董事會如何跟所謂的電視台 這個實際運作上面 他能夠去契合 那甚至說怎麼樣讓每一個 這個所謂的環節裡面 其實都能夠展現出 剛剛特別談到獨立性跟公共性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這其實對台灣來講 10年雖然有人覺得很長 可是說實在的這對台灣而言 或是對原住民族來講 他還是一個很新的媒體 我覺得我們事實上 某種出來要更花一點時間 更包容的 更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 這樣一個所謂的進程 那今天非常謝謝阿威老師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 能夠再請教相關的問題 我們下禮拜再會 謝謝阿威老師 謝謝 下禮拜 我們下禮拜 下一禮拜 每天使得 一個日期 我們下禮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